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节我们跟大家谈到的是饮食与环境的关联性 温室教应在这几年由于很多的科学研究 得到了很多的窃阙的结论 让很多的人开始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么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 跟大家提到的饮食与温室教应的问题 现在慢慢的也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认识 大家看到了现代的养殖业 还有呢 现代农业对于环境的破坏 慢慢的呢 也了解到这一些破坏呢 都跟温室效应 有直接跟间接的关联性 那么上一节最后 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饲养这些森畜 本身呢 它也会产生很多温室效应的气体 像是二氧化碳 大家现在已经很清楚 这个二氧化碳呢 是造成温室效应 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温室效应气体 那么 羊一头牛 每一年大约产生 四千公斤的二氧化碳 这个呢 我们在上一节课 已经说到了 而科学家 在这个 做其他的 这个温室效应气体调查的同时呢 发现到 一台车子 大概是中型的这个房车 一年 大概也只产生 三千公斤的二氧化碳 而 车子的 这个 数量 暴增 我们都知道 引起了二氧化碳的浓度呢 也 随之增加 可是呢 很难被联想到 其实呢 这些 二氧化碳 气体的这个增加呢 跟我们 饮食习惯 也是有关的 肉食的增加 让整个 这个 呃 在 十年前的数据 看来 美国 牲畜的数量呢 居然是 人的 十倍 那么到十字今日呢 这个倍数 我们在猜想呢 应该是 有争 无减的 那么 这么多重的 这个因素 加成之下呢 造成了我们现在 大气层 二氧化碳的浓度 已经 这个 升高到 有 这个 研究数据以来呢 最高的 一个 这个 浓度 那么同时呢 也造成 地球 暖化 冰川上升 冰川的 血线上升 人类 用水的 这个 资源呢 呃 枯竭的 这样的一个 连锁效应 那么 今天呢 我们接下来 来 探讨 这样的一个 议题 那么 这一张投影片呢 我们看到了 节养殖 牲畜呢 会产生 大量的 这个 这个 甲腕 在 圆形的 这个 比例图上面呢 我们看到 农场 饲养 牲畜 它的 粪便呢 大约会 产生 全球 甲腕 比例的 15% 也就是呢 甲腕 的 生成 在 温室效应的 课题上呢 也被 非常 严重的 去 关切 还有监控 那么科学家呢 发现 农场 深处 所产生的 这个 粪便 提供了 全球 大约 15% 甲腕的 这个 生成 而甲腕呢 现在已经被 证实 它 引起 温度 升高的 效力 居然是 二氧化碳的 23倍 那么我们就晓得呢 甲腕也是一种 非常严重的 温室效应 集体 那么 氏氧深处 除了会产生 二氧化碳之外呢 也会产生 大量的 甲腕 而它 对 温室效应的 贡献呢 居然 比 二氧化碳 高出的倍数 这样的惊人 而且呢 每一年 还要以 1%的 这个幅度呢 来增加 这个是科学家 已经很清楚的 告诉我们 它的 这个 影响力 那么下面呢 这一个 投影片呢 我们看到 农牧养殖业呢 是高 耗能的 一个产业 科学家研究呢 生产 一公斤的牛肉 比开 三个 小时的 汽车 产生 更多的 温室效应器体 相当于排放 36.4公斤的 氧化碳 下面 这一个 投影片呢 我们看到 5000亿 顿的 南极 拉升 B号 冰架 在35天 崩溃的 一个状况 这个图片呢 是在 人造卫星上面 所拍摄 下来的 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呢 5000亿 顿的 冰块 在 2002年 1月31号 到2月17号 2月23号 最后呢 到 3月5号 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呢 完全的 融化掉 大家看到呢 黄色的 区域呢 就是 纳森B号 冰架 融化的 一个状况 本来呢 科学家 预估 这么大的一块冰块 5000亿 顿的 这个冰块呢 在 融化的时间上呢 大概预估 是两年的时间 没有想到呢 在 人造卫星的 这个 观察之下呢 发现它 居然在 35天之内呢 就全部融掉了 那么 这可见的呢 温室效应的 这一个 呃 严重性呢 在我们 现代当前 事实上已经是 非常非常严重了 而我们的工业发展 我们的这个 肉食的 饮食习惯呢 正在 加速着 温室效应的 这个 展开 而南极大陆呢 我们知道是一块 非常大的一个冰块 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 达森B号 冰架呢 这一个区域呢 是属于海冰的部分 在海洋的 这一个 冰架 那么 往后呢 就是整个南极大陆 这是陆地上的 这个陆冰 所存在的 这个位置 而海冰的 溶解呢 事实上 带来的 隐患 非常的多 我们看到这一张 投影片上面呢 这是一个海冰 溶解的 一个状况 这是在 极地 所拍摄的 一个现象 那么海冰 溶解的速度呢 非常非常的 惊人 这跟我们的 关联性 何在呢 为什么我们要 关切海冰的 溶解呢 事实上呢 这一张投影片 已经告诉我们答案 我们看到呢 海冰 为什么重要 大家看到 在投影片的 左下角呢 这个键号 大家可以看到 当太阳的光线 照在海冰上的时候 照在这个冰块上的时候呢 大约有85%到90%的阳光呢 会被反射回去 热能呢 也一起呢 被反射回去 而大约有10%跟15%的热能呢 被吸收掉 然而呢 如果是阳光照射在土地上 我们看到 右上土 照射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呢 大概只有20%的热能呢 被反射 剩下的80%呢 通通是被这个土地所吸收的 这个比起冰块来讲呢 反射的热能呢 降低的非常非常的多 相对的 吸收的热能呢 增加的幅度呢 是非常高的 那么再看下面 那么再看下面 右下角这个地方 当 阳光照射在海面上的时候呢 所反射的热能 剩下10% 也就是将近有90%的热能呢 都被海水所吸收了 各位朋友 我们比较一下呢 海滨的这个吸收热能的能力呢 跟海水吸收热能的能量的能力呢 相差非常的大 海水呢 非常容易吸热 而海滨呢 吸收的热量呢 却只有10%到15% 剩下都是反射掉的 所以呢 如果海滨一旦溶解的话呢 溶解成海水 那么它将会大大的提升 吸收热量的能力 本来地表温度已经上升了嘛 那么 冰再溶解成水 水呢 再增加它吸热的能力 又把更多的热量怎么样 吸收进来 再来造成海滨的 更多的溶解 我们看这张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呢 就是一个海滨溶解的 恶性循环 海滨的溶解呢 造成低的反射率 高的吸收率 而高的热吸收率呢 又回头过来 反馈给这个海滨 又造成更多海滨的溶解 所以一旦呢 这个恶性循环 没有办法被停止住 那么整个循环呢 将会加速 整个海面上 这些冰块的溶解 因此呢 这样子的一个速度 下去 我们就知道 海滨呢 它的溶解的比例呢 绝对不是跟时间层正比 而是呢 会越来越严重 而海滨的溶解 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下面这张投影片 我们看到 第一个影响呢 就是会冲击 极地 动物的生态 像北极熊 企鹅 海豹 海象 这些生物 它们呢 都是依靠海滨而生存的 一旦呢 这些海滨全部都溶掉 或者是大部分溶掉之后呢 第一个面临生态浩劫的 就是这一些生物 它们都会面临灭绝的危机 第二个层次呢 我们考虑到的是 极地 还有一些土著 像是投影片上面 我们看到的 艾斯基摩人呢 生长在极地 北极的这个区域 原本呢 冰封的土地呢 现在大量的在溶解 原本呢 这个以这个狗来拉雪橇的 这个路线呢 都已经换成了 艾斯基摩小艇 那么这个造成当地土著 一个非常大的 生活形态的一个冲击 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影响 再来呢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影响 第三个层次的影响 我们看这张投影片 海滨的这个溶解呢 造成了整个海水的淡化 本来海水里面呢 是比较咸的 海滨的溶解呢 造成海水的淡化之后呢 各位朋友 我们了解到呢 咸份被冲淡了 海水本身呢 它的这个水流呢 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本来呢 海水的盐分比较浓 在海底下呢 因为海水的这个咸份呢 它的比重的关系呢 会造成海水本身呢 会有一个洋流 那么这个洋流的这个循环的效应呢 我们在图上看到呢 它会造成全球均匀的一个洋流 那么这个洋流呢 会把某一些地方 比较冷的地方的洋流呢 带到比较暖和的地方 那么比较暖和地方的这个洋流呢 会带到比较冷的地方 调节整个温度的状况 那么由于有这些洋流呢 造成地球的温度呢 被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 那么这个调节呢 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区域呢 不会偏冷 也不会偏太热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调节机制 可是呢 现在因为海滨的溶解 大量的去稀释海水的浓度 造成的洋流呢 最后慢慢的呢 被中断 如果一旦当这些洋流 被中断的时候呢 冷热没有办法做适当的调节 将会出现 冷的地方呢 可能会很冷 热的地方呢 可能会很热的一个 极端的一个气候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几年来 其实极端的气候呢 非常非常的惊人 在今年年初 中国大陆的这个雪灾 五十年以来 最大的一个雪灾 那么全世界各地呢 也有非常非常严重的 极端气候的表现 这个呢 我们留待 待会呢 再跟大家来做剖析 所以海滨的溶解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再来呢 它影响到这个生态 影响到洋流的这个气候 影响到这个 一些生物的栖息地 再来呢 我们再看下面这张图 海滨的溶解呢 还会影响到陆冰的崩溃 海滨崩解掉之后呢 因为它是挡在陆冰前面 接下来就换陆地的这个冰块呢 跟着溶解 那么陆冰的溶解呢 跟海滨的溶解 对人类所造成的威胁呢 可能是有一点差别的 陆冰的溶解 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看下面这张投影片 这一张照片呢 是在南太平洋的岛国所拍摄的 很多南太平洋岛国呢 现在都处于 类似像这一张图片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是一个淹水的状况 我们晓得呢 在陆冰的溶解的过程当中呢 这些溶解的水分 同时也会造成整个海平面上升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海平面上升之后呢 我们发现地势比较低的 这一个国家呢 或者是岛屿呢 就会因此而被淹没 那么在南太平洋 有一个岛国 叫土瓦鲁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 因为国土的这个海平面上升 他们在西约两千年的时候呢 就整个国家呢 就开始往纽西兰去迁移 有计划性的迁移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没有迁移的话呢 整个国家在不久 就会被淹没在海底里面 那么我们就了解到呢 土瓦鲁这个国家呢 在现代我们看来 确实他已经快要瓦解了 他迁到纽西兰之后呢 整个政府呢就宣布解散了 这是第一个 因为温室效应而亡国的国家 没有任何的这个战争 没有发生自然的 瘟疫的这个灾害 没有 那么他居然亡国的原因呢 是因为温室效应 造成路兵溶解之后呢 整个海平面上升 整个国家呢 泡在水里面 然后呢消失掉 因此呢 温室效应对我们来讲呢 不是理论的一个问题 而是已经实际发生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能够在漠视这样的一个 所谓 自然界的一个反扑 这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其实各位朋友 我们理智的来想呢 哪里是天灾呢 人类从工业革命开始 大量的制造氧化碳 再来呢 从这一个世纪 上一个世纪 我们看到整个饮食结构的重大的变革 肉吃的越来越多 养殖业呢 这个 饲养的方式 这么样的不健康 那么 这一些呢 都造成了整个地球生态 非常强烈的撞击 那么路兵的这个溶解呢 自然而然 跟这一些这个温度的上升 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来看下面这张投影片呢 我们看到了全世界最大的两块冰块 就是南极大陆跟格陵南这个路兵呢 现在已经岌岌可危 这两块大冰块呢 如果完全溶解的话呢 科学家预估将会造成全球水位 身高七十米这样的一个状况 各位朋友 我们想象 如果现在的海平面再往上提升七十公尺 我们可以想象 有多少人将会无家可归 而这么多的人群 请问要迁移到哪一个地方 接下来会引起的各种生活上的问题 有多少 这张投影片呢 告诉我们 不需要身高七十米 海平面只要身高一米 它所发挥的威胁呢 就非常非常严重 影响呢 难以评估 大家看到呢 在上面这个表格 海平面身高一米呢 土地的面积 就会缩小 两千两百二十三平方公里 而冲击最大的是亚洲的地区 那么中间这个表格呢 我们来看到 受到影响的人口呢 将近一点四五亿人 这是只有上升一米 就有一点四五亿人受到影响 一样的也是亚洲地区呢 所受的冲击是最大的 因为沿海的人口呢 是最多的 包括印度 包括中国大陆 还有呢 东南亚这些国家 那么GDP的损失呢 大约预估是九千四百四十亿美元的一个损失 也是亚洲呢 损失最大 其实是欧洲 可是呢 我们在想呢 这个九千多亿的预估呢 都是叫低估啊 太少太少了 真正的损失呢 我们相信会比这个数字还要来的严重 不知道多少倍 而潜移法就会动全身了 所以呢 这个是全体人类现在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我们的下一代呢 面临的环境的考验呢 比我们这一代还要严峻 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这一件事情 而且呢 我们一定要 把这一些讯息呢 非常快速的去 告诉我们的下一代 让他们的这个 对整个世界的这个关怀呢 世界观有所提升 因为每一个人呢 的生活习惯 饮食的态度 方式 都已经在为这个地球 的这个环境的破坏 跟环境的这个恢复呢 在做决定 每一个人都有 影响力 那么 如果能够透过 非常适当的这个教育 跟政策性的这个安排 我们相信呢 人类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 现在做呢 还来得及 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有信心的地方 我们再看下面这张投影片 全球水位上升呢 地球需要重慧 我们看到上面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北京市区的一个地图 这个是科学家用电脑模拟出来的一个状况 如果海平面上升呢 这些地方将会被淹没 而下面这个图片呢 是以电脑模拟的方式呢 来这个模拟上海地区呢 在海平面上升之后呢 的一个影响 冲击呢 比北京还要大 可能整个太湖呢 都将会被涵盖在淹没的这个区域里面 而整个这个沿海地区呢 是我们现在几乎很多国家 经济呢 最发达的地区呢 都在沿海的这个地区 我们投入这么多的金钱 这么多的这个人力物力财力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大自然的这个因素 大自然的因素呢 如果我们没有考虑进去的话呢 那么这些人力物力财力 可能会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当中呢 都通通被淹没 我们有没有想过呢 这一些努力 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自然 大自然的一个灾害 那么是否会在一夜之间呢 落空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政策面 可以去预防的事情 那么下面这个图呢 是用电脑的方式来模拟海平面上升之后的台湾的一个状况 左边这里呢 是上升六公尺的一个状况 红色的地方呢 是被淹没的区域 大台北地区 还有呢 西部沿海地区 还有东北部的这个沿海呢 几乎都在海水以下 那么到了中间这个图呢 这是十五米的高度 到了最右边这个图呢 是二十五公尺的这个高度 所淹掉的城市呢 都是目前台湾经济最集中 最繁荣的区域 这个呢 是科学家提出来给我们做参考的 而沿海城市呢 未来的前途呢 确实是堪虑的 如果我们再不改善我们的饮食 不改善我们的生活状况 不改善我们的对物质的这种 奢侈的消耗 不从我们的欲望呢 去节制的话呢 那么这个海水 它来淹没整个沿海城市的状况呢 只会加重 而不会有改善 这个不是违言耸听的话 这个是很多的科学家 在做很多 这个 很严谨的科学评估报告之后呢 所提出来的一个警告 那么下面这里呢 我们来谈谈这几年 大家感受非常强烈的 温室效应 带来全球极端气候的一个状况 这张图呢 是2007年 中国大陆各地 汛情不断的一个照片 淹水呢 淹得非常的严重 夏天的时候呢 经常下一场大雨呢 就造成很多灾区呢 严重的这个淹水 我们看下面这张投影片呢 这个是2007年7月份 极端气候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收集 整年度的一个状况 我们只好把一个月份的 极端气候呢 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给大家做一个回顾 在图片的右上方 我们从这里呢 来看起 东北北部 在去年的7月份 有667万人 因为缺水 造成农田干旱 超过400万公项 这是在7月份 东北干旱的状况 第二个 辽宁省两天连续 发生17次雷雨的预警 青岛地区呢 遭受龙卷风的侵袭 千颗杨树 连根拔起 这个过去呢 在中国大陆呢 是没有龙卷风的 现在也有了 下面呢 看到济南大暴雨 一场暴雨呢 居然造成了34个人死亡 这是有史以来 单一个小时 最大的降雨量 你看 这么极端的 这个气候 下面呢 淮河流域降水 创历史第二高 分红的面积 到达 115平方公里 浙江省 四分之一的县份 在去年七月份 极端高温 超过40度 这都是发生在 七月份 一个月哦 下面呢 华南地区 大范围干旱 福州 连续高温 32天 有些地方 干旱 有些地方降雨 有些地方 农卷风 再来呢 重庆115年来 最大降雨 导致55个人死亡 这个降雨的量呢 确实是非常恐怖的 再来 云南暴雨 引发浦石流 就泥石流 有82个人死亡 这是七月份的极端气候 再来 北京七月 浮天飞雪 过程持续五分钟 七月份是最热的天气 居然呢 在这样的一个气候当中呢 飘雪 飘了五分钟 我们在历史里面看到 有所谓的六月雪 这个是有冤情的时候啊 才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七月浮天的飞雪呢 确实冤情非常的大 人类呢 对这个地球的残害 已经到了整个地球 没有办法忍受的一个状况 在下面呢 我们看到七月份 内蒙古部分地区 遭受冰雹大雨的袭击 三死三失踪 最后呢 乌鲁木齐降雨 创新高 七月份造成三十个人死亡 所以呢 不是汗就是烙 全国的耕地受汗面积达1.64亿亩 各位朋友 这只有一个月哦 在零七年七月份 就发生了这么多的极端气候 如果我们要把零七年所有的 这个极端气候收集来报告的话呢 我想我们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 只有七月份 一个月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些灾害造成的人命 物力 财力的损失有多少 人定真的能够胜天吗 人真的可以背天而行吗 可以倒行逆施吗 然而这些都跟我们 现在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我们的用电 我们的用水 我们的这个日常 这个垃圾的这个产生 我们的饮食习惯 我们的运输交通的这个习惯 就是我们开车的习惯 这些都在消耗地球的资源 都在增加温室效应的这个产生 我们每用一度电 这个电怎么来的 这个电可能是 这个我们燃烧煤炭 燃烧天然气而来的 这都在产生二氧化碳 那么我们自意的去 去浪费这个电能 然后呢 自意的浪费水 我们用的每一度的水 都是用电来净化 透过这个 这个净化什么 这个运输都要用到电了 所以用水也在产生 温室效应器体 那我们的这个垃圾的处理 不管是用焚烧的也好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也好 都直接或间接的在产生 温室效应器体 这是垃圾的这个制造 而我们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垃圾的制造 并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消费的增加 那为什么消费会增加呢 因为欲望的提升 再来饮食习惯 我们吃的肉越来越多 我们呢 这个养殖的这个状况 越来越泛滥 再来呢 我们的运输的 交通运输的状况 车子越来越多 这些呢 都在加速温室效应的 这个上升 那么 极端的气候 温室效应再 让极端的气候越来越极端 那么我们很辛苦建立的 这一些家园呢 很有可能在 一些这个 极端的气候的影响之下呢 就毁于一旦 08年 也就是今年年初 中国大陆的这个 五十年来最大的雪灾呢 造成呢 那么多人没有办法 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过年 交通大乱 很多的意外事件 断水 断电 这个 我们看到了 都觉得呢 我们人类的这个欲望呢 居然可以引起整个地球 生态 气候 环境 这么大的伤害 各位朋友 我们真的要 冷静的来思考这些问题 要反省我们的生活方式 真的 错了 那么下面这张投影片呢 是台湾的一个情景 南澳北汉 台湾极端气候呢 也非常的显著 那么下面呢 这是美国 飓风 龙卷风的 肆虐呢 也因为温室效应 的关系呢 而越来越严重 在海水的温度 跟陆地的温度 温差太大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造成了飓风 龙卷风的这个威力呢 越来越严重 今年的年初 就是08年 美国也遭受了非常严重的 龙卷风的灾害 在冬天呢 还有这么样严重的 龙卷风的灾害 造成非常多人死亡 还有呢 财务的损失 这个呢 我相信大家在媒体上呢 也或多或少 听闻这样的一个讯息 这个是我们都看到的 那么下面这一张图呢 是04年巴西出现 有史以来第一个飓风 巴西这个国家呢 是从来 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的 结果到了04年呢 因为极端气候的 这个影响呢 开始出现了飓风 你看哦 都在写 刷新历史哦 而我们创的这些历史 对我们子孙来讲呢 可能都是梦魇 而我们现在 这个不是只有历史在创新 我们刚刚说到的 这个淹水 整个海平面的这个上升 可能还会让我们 现在的地理变成历史 因为当海平面上升之后呢 整个国土的面积缩小 整个国土的形状呢 也变得不一样了 千万不要 让我们现在的地理呢 变成历史 下面呢 这一张投影片 我们看到 印度的孟魇呢 极端气候加剧 经常呢 在很多地方 下一场大雨 就造成数万人呢 无家可归 我们看到图片上的状况呢 灾情 确实非常的惨重 那么下面这个呢 是英国的一个照片 英国大都会暴雨成灾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呢 有两台车子 泡在水里面 那我们就在想呢 为什么有水它还开进去呢 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这两台车子 开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地下道里面 是没有水的 当时呢 下了暴雨 而这个暴雨的速度 来得太急了 这两台车子呢 来不及开出来呢 就已经被淹在水里面了 这个是后来雨停之后呢 善后的一个状况 这个雨呢 下得这么急 就像是上面有个脸盆啊 在倒水一样 在清盆大雨啊 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不是只有在某些地区有 这是全球性的一个状况 那么下面这张图片呢 是欧洲洪水泛滥 贫传的一个状况 它不会挑地方啊 极端的气候呢 不会只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地区 不会的 它不管有没有钱呢 它不管你的地位如何 极端的气候 现在已经是全球性的问题 下面呢 我们看到非洲的干旱持续恶化 这个是尼日共和国的一个照片 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家 有很多地方的土地都已经归裂成这个样子 十分十分的严重 所以呢 温室效应造成的这个极端气候呢 不是雨下的很大 就是没有雨 不是旱就是烙 十分的没有规律 那么下面这个图呢 是非洲最大的乍德湖呢 干枯的一个状况 从73年到87年 最后到2001年呢 几乎整个湖泊都已经干枯了 那么非洲呢 这几年干旱呢 造成了水资源严重的匮乏 当我们在打开自来水 这个水龙头的时候呢 各位朋友 我们有没有想到 在这个地球上 还有很多人是无水可用的 还有很多人是要走很长的路呢 才能够挑到一点点的生活用水 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下面这个图呢 告诉我们 干旱 缺水 海平面上升 洪水泛滥 热浪及气温的聚变呢 让全世界各地的农作物产量呢 锐减 所有的土地呢 你看在这个龟裂的土地上呢 要种出农作物 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 再来呢 极端气候直接冲击农业 农业专家呢 他去研究发现 夜间温度每升高一度 稻米的产量呢 就减少10% 我们了解到呢 在温室效应的冲击之下呢 全球的稻米 现在目前遭遇到 非常严重的减产的一个问题 下面呢 我们举中国大陆的例子呢 跟大家说明 在四川重庆地区呢 06年因为强汉 就是汉灾造成粮食减产500万吨 这个汉区呢 高于35度的天数呢 高达30到50天 这个是在06年的一个状况 大家看到图上的这个图表 06年大家看到 在右边这里 红色的这个指标 它所产生的减产的粮食呢 是有史以来 记录上里面呢 最低的一次 减产500万吨 那么粮食的减产 各位朋友 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么当然是粮食的危机啊 我们看下面这张投影片 中国大陆 粮价物价大规模上涨 07年8月 蔬菜调涨49.5% 11月份猪肉上涨56% 粮食上涨6.4% 带动食品类的价格 也上涨了18.2% 那不是中国大陆哦 台湾的这个粮价也上涨 台湾07年米价一度上涨幅度 高达70% 有的奶粉从400多呢 涨到700多 面粉5度调涨 一年大涨一倍 再来我们看 韩国07年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2000年到2006年 韩国消费物价上涨20.3% 9月份面粉上涨15% 10月份白菜上涨77% 生鲜蔬菜呢 上涨31.5% 那这是因为韩国要做他们的这个泡菜哦 那么俄罗斯植物油上涨13.5% 意大利面上涨50% 印度的物价上涨7% 英国上涨16.6% 美国则上涨17.8% 各位朋友 这些数字呢 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温室效应 造成 农作物欠收 农作物欠收 首先冲击到就是物价的上涨 我们现在看到几乎什么东西都在涨 涨得很厉害 各位朋友 这跟我们吃一块肉都有关 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呢 跟我们的生活习惯 通通都是造成这些物价上涨的元凶 我们都要负责任 所以各位朋友 从整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千万不要轻忽 我们个人的这个行为 我们的饮食官居然可以跟这一些环境 还有我们的生活的这一些问题呢 有这么样密切的联系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这一节课呢 希望从整个大的环境的冲击呢 来跟大家剖析饮食观念的一个关联性 希望呢 我们很严肃的来面对这个课题 也希望这个课题呢 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那么这一节课呢 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